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冰箱在的动机就会变成说 其实就是只是以吃会有 对 然后万华又很多传统市场 这是其他地区比较没有的 所以我想要发挥传统市场的价值 那它那个价值当然就不只是有菜有什么的 对 而是人 就是这边的传统市场的工作者 也几乎都是传承第二代第三代了这样子 对 那中间就是有很多人情味啊这些 而冰箱菜的剩食共享不仅减少食物的浪费 更让社区居民坐上餐桌 一起吃饭 聊天 拉近彼此的距离 圈出万华社区的人情味 我没有特定对象 我是完全开放的 然后我们目前的方式也都是 就是在FB上面有粉丝页建活动 对 大家就是有缘就会看到这样 所以我的对象没有任何的限定 那这也是我最重要的目的吧 就我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很自然的交汇 就像在社区里头 本来就是白白种人都有 对 那很希望可以让大家 互相看见不一样的人都生活在这里 这样子 有位退休的胡达华先生 他用饮料罐作为材料 裁剪出想要的大小和颜色 拿起铁锤创作钉画 钉出一幅幅充满情感的作品 他也应邀到国外去展览获奖无数 整合饮料罐上的颜料 我排列出他心中的九份级 用五金当戒指 拼贴出他眼中的起立世界 他就是胡达华先生 他的丁画世界 如今也做了21个年头 像这些系列我就做很多做红色 白色 蓝色 灰色的 只要有一个颜色我就做了 做出来就把九份风再飘 但是味道定出来 小的自己要很轻松很愉快地 做过这个八十岁六十岁以后的生活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到各地去大概留一下 比方说风景好 就留一下 这个是松明社 大概大概大概回来就定 胡达华先生的丁画作 色彩浓郁内容丰盛 充分地表达了他心中的香情 他轻松自在生活在自己喜欢的艺术世界 还有家人的相伴 一点一滴 极有耐心地去完成衣服服作品 环保之外 又能幸福 健康 喜乐 他对艺术的追求 生活的态度 实在是咱们的表率呀